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学生都要进出这扇小门 无一例外地低头 弯腰 侧身 老师告诉他们 大门确实能够让人昂首挺胸地出入 但是只有学会该低头的时候低头 才不会碰壁吃苦头 事实的低头 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更是一种智慧的取舍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 往往是从三次低头开始的 向年龄低头 前段时间 看到心理咨询师风雨写了篇文章 叫40岁 我越火越怂了 风雨在文章里写道 二十多岁的时候 最听不得别人的夸赞 只要听到几句异美之词 再多的酒也喝得下去 三十多岁的时候 偶尔和朋友去海阁 通宵打蛋 第二天早晨起床 出了眼圈有点黑 照样精神抖擞 到了40岁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光是晚上哄娃早睡 半夜操心孩子 就已经折腾得精疲力尽 早晨起床 严谨浮重 一脸萎靡不振的样子 人到一定年纪 你不得不承认 不论是精力还是体力 都不如从前 有些业 已经熬不了 有些工作 也已无法胜任 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雪剑 拍摄过很多 有口皆碑的影视佳作 年轻的时候 他非常拼命 戏乐不断 而且每场戏 都坚持最好的效果 再难也要力争完美 2000年 46岁的李雪剑 被确诊患上鼻烟癌 痊愈后 李雪剑开始向年龄低头了 他逐渐放慢生活节奏 接的戏少了 空闲时间开始学起了书法和画画 以前特别喜欢喝酒 顿顿必备 抽烟一天至少一喝 如今再有人敬烟酒 他会直接拒绝 没有这个福法了 不用劝 就保密 李雪剑感叹道 完美的人生是不可能的 但只要活着就是美丽的 以后会珍惜生命 珍惜情感 珍惜人生的每一次机会 向年龄低头 承认身体的局限 就是一种成熟 年轻的时候 力所能及的事情 要学会全力以赴 不留意外 但到了一定年纪 胜任不了的工作 就别成能 不要为难自己 向骄傲低头 有句话说得好 人真正变成熟 不是守护着自尊心 而是抛开自尊心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难免心高气啊 总以为面子是天大的事 在生活的魔力下 渐渐明白了理子终究 要比面子重要 在中外管理杂志上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推销员前去推销产品 把名片递给秘书 请秘书转交给董事长 当秘书把名片递给董事长时 董事长很不耐烦地 把名片丢了回去 结果推销员再次把名片递给秘书 要求秘书再进一次办公室 董事长暴跳如雷 将名片撕成两半 拿出十块钱说 十块钱买他一张名片 够了吧 当秘书把钱交给推销员的时候 推销员很开心地说 请你跟董事长说 十块钱可以买两张我的名片 我还欠他一张 随后再掏出一张名片交给了秘书 突然 办公室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董事长走了出来 这样的推销员我不跟你谈生意 我还找谁谈 作家秘书说 面子是一个人最难放下的 又是最没用的东西 当你越是在意的 它就会越发沉重 越发让你寸不难行 成年人的世界里 在生存面前 面子一文不值 一个人越在乎所谓的面子 活得越辛苦 放下面子赚钱 才是最大的体面 郑州 一男子在堵车间隙 给车主擦鞋推销清洁剂 他原本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公司经营不善倒闭 但他并没有坐以待币 而是出来跑外卖赚钱养家 还有那个在路边摊卖高跟鞋 不顾路人嘲笑 亲自为顾客试穿的男人 面子对他们来说 难道不重要吗 当然是重要的 但比起面子来 更重要的是担起肩上的那份责任 给家人衣食无忧的生活 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 你已经懂事了 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 你已经成功了 生活起起伏伏 放下面子赚钱 才是成年人最大的成熟 像愚蠢低头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提问 如何减少生活中的大部分烦恼 高赞回答是 不跟无知的人计较 不跟愚蠢的人生气 一个人最大的聪明 就是向愚蠢低头 作家平开顺曾讲过 他父亲中风的经历 平开顺的父亲是个热心的老头 喜欢打抱不平 一次平开顺的父亲看到 小区门口的人行道上 停放着一辆车 人行道很狭窄 过往的行人都很不方便 老头看到车里坐着一个年轻人 便走过去劝说 希望年轻人把车开走 结果道理讲了一大堆 年轻人依然无懂于衷 最后恼羞成怒 对着老头吼道 我在这里碍着你什么事了 你要是没事赶快滚一边去吧 平开顺的父亲听了特别难受 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两天后父亲就中风了 平开顺说当时父亲心里就憋着口气 他最不能释怀的是自己明明拒绝在里 为何反而还被骂呢 后来平开顺感慨说父亲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试图用道理去感化一个根本不讲道理的人 正所谓天地只有三只而人在无耻开外 所以人人都要懂得低头 不要试图和愚蠢争辩 愚蠢不接受启蒙 有段话说得好 到了一定的年纪总要学会与周遭的一切和平相处 烂事该放就放 不要一直惦记 不合事的人不合就散 不要一昧拿来人烂事来惩罚自己 像愚蠢低头不是因为不能站上他 只是因为从未把他放在眼里 跟愚蠢的人较劲 其实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 人生苦短 不必为了无关紧要的人 何时浪费时间 放下别人的错 才能解脱自己的心 俗话说 懂得低头 才能出头 一个真正成熟的人 是不会让自己撞得头破血流 也不会在绝望面前孤注一掷 而是选择退一步海阔天空 拥抱更广阔的人生 愿我们能学会低头处事 昂首做人 有抬头的底气 也有低头的勇气 共勉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午后太阳晒着我温暖的臂膀 树荫斑驳穿过迷雾的车窗 唱歌的孩子坐在我的身旁 呼唤我温暖的车窗 呼唤耳是那无忧虑的理想 那个楼窝在怀里的人去了天堂 是否依然 是否依然住在 吹烟鸟鸟的村庄 我吹烟鸟的车窗 我想起你未曾提及的惆怅 我吹烟鸟的车窗 教会我面对太阳 保持坚强 我已记不起你 烟面哭泣的脸庞 我也明白 回不去的斗角过家乡 我站在4680的高空 向远方眺望 却再也忘不穿你 掠过青春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